接着镜头带您到左西乡 本土新冠疫情尚未稍退 防疫也成为了各工部门重要的施政课题 主席乡长吕碧贤在今天相待会定期大会 乡长施政报告议程当中 年度工作计划开宗民意 就是防疫政策宣导以及关怀照顾 相待会主席金淑敏 则是期盼代表同仁能够理性问证 同时针对了乡镇的成年旧案 要求乡公所能够备妥相关的文件资料来备询 上午9点 昨日相待会定期大会准时开议 由鉴于本土疫情尚未见到洪峰 防疫也成了各工部门的重要课题 首日乡长施政报告 以及各客室主管工作报告议程中 乡长吕碧贤开宗民意将防疫政策宣导 以及关怀照顾列为年度工作计划的首要 本所配合县政府落实居家照顾关怀政策 我们发放了防疫照顾关怀帮 更启动了爱心关怀生活物资的提供 以及勤解队进行部落环境的轻销 给予居家照顾者关怀与协助 在目前我们也配合中央以及县府的政策宣导 并与卓西卫生所密切的做联系 我们共同加强对乡民之卫教 以及防疫能指导 另外乡长吕碧贤也详述包括了地方建设计划的推动 产业辅导推广以及社福文教政策的执行推动 再者各科市主管也就专责乡镇业务执行概况 一一上台报告 台下代表们各个专注聆听 并不时翻阅文件资料着证比对 主席金淑敏期盘未来几天的乡镇总执行议程中 代表同仁们都能理性问证强烈监督 同时针对乡镇成年就案的推动执行进度 要求乡公所被妥备巡 那我希望所有的乡亲领 你在你的选区里面 比如说你是北区南区 你现在还有什么问题 需要帮忙的要解决的 也可以通过去找这些代表或者是用电话 那我们会帮忙 咨询的时候也会问你的问题 一些成年就案 那我们公所这里要准备一下 因为很多的成年就案都没有解决 然后有一些名言 所以代表会尽他的职责也会说出来 主席乡代表会第21届第17次定期大会 今天开议首日 乡长市政报告及客市主管工作报告结束后 接下来乡镇总执行议程 本台也现场全程实况录影 并且将会在每日下午4点在第20频道播出 记者是玉兰卓西采访报道 大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